不少亲戚朋友都说 老外看起来很土 穿着打扮看起来很虫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对 就是聊天就聊天了 是消费观不一样 生活理念不一样 在中国哪怕一个月 一万以下的人 或者一万到两万的人 他们也是穿得很好的 但是在美国这边 身边的这些中产们 哪怕他家里有几辆车 每个人一人一辆车 好车 还有房车 一艘船十几万 房车好的要十几万 他宁愿把钱花在这些东西上 每周每个月 船家去旅游 去玩 花钱 但是他可以去二手市场 买几块钱的二手衣服来穿 哪怕他家里有几十亩地 所谓的农民 他吃的也很简单 垃圾食品 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太喜欢 吃肯德基麦蛋糕 他们吃的是 所谓的美式汉堡 各种披萨店 哦对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